那更不用說什麼 內心不舒服也是啊 內心我覺得今天人家欺負我了 或人家騙我了 或我被人家罵了的時候 你看是不是 如果內心有起伏 要他安住不容易了 那可是什麼 勒索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你看我們說 這個人玩得過火了 太過的勒的時候 是不是你看 大家要 內心要平靜回來的時候 是不是也要花很多時間 特別是什麼 是像我們今天一樣 大家放假習慣了 是不是 第一天回來 是不是還要有一點時間來 調整內心 雖然我們不是那種大起大福的 可是你看 縱使在上課 我們要調整那種 專心的再重新溫的時候 是不是還是 不要說大家 連我都會覺得說 我們需要調整心態啊 再跟大家上課的時候 又進入狀況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種這種的 來講 你看 這個來講就知道說 他有他的 過失 過多於樂 過多於苦 來講的話呢 他會使內心不平靜 所以在以四禪天以上的這種的 禪定的時候呢 他周遭的這個獸都是什麼呢 都是什麼 都是所謂的捨獸了 所以這個捨獸跟什麼 我要再次說什麼 他不是不能感同身受 他不是沒有感覺到人家的苦樂啊 或者 這個 常常常有人講說 不是人間煙火啊 他不是這樣的 這不是捨獸 不是這個意思 我看過有些什麼 像我這次看到很多人 然後說 修行人什麼 什麼都不要管 好可以 你可以什麼時候不要管 什麼都不用做 可是你不是說 除非像什麼 像蜜蜜日巴尊者這樣子 你就是一心一意 那你又要 來弘法 可是你又跟人家的一般的生活 完全不要 這是捨獸啊 這個我不喜不怒啊 什麼來講 這就不是這個意思了 是什麼 所謂的捨獸跟 我了不了解人家的感同身受 或者人家的苦境 了不了人家的 喜歡的是什麼的話呢 這兩次完全兩回的事情 我還以前 還碰過說什麼 那因為 這出家人他不可以喝咖啡啊 我說哪有這個戒律啊 那樣子 我說那個會讓大家太興奮 我說請你跟我說在戒律 比丘界的253條戒裡面說 不可以喝咖啡的 這是哪一條有戒說 不准喝咖啡的那樣子 那如果這樣子我說 你也不能喝茶了 也不能喝什麼什麼來講的話呢 那 當然 我說如果喝這個說什麼 自己會心悸啊或者會不說 那當然那是自己的因素嘛 可是你不能用戒律來說 不能來講這個字 他說什麼 因為我喝這個我就會很開心的 那如果這樣子我說 你應該不要看好風景啊 你不要去睡得溫暖啊 你不要說什麼 因為那都會讓你心情開心的那樣子 這不是所謂的捨受的意思了 它是一種曲解於修行 或者錯誤的理解 我說我以前在台灣這個室院也是啊 我說我那時候 應該說之前也有幫助什麼 因為到印度來講的話 那時候覺得說那可以吃苦喔 可是那時候就覺得說什麼 修行 應該是什麼是 對任何的情況是 不喜 不苦 就是好像那種捨 這叫修行來講的話呢 想一想回去說 開始了解禪定的時候 我說 說這有夠愚痴的那樣子 有夠笨的那樣子 說所謂的修行 所謂的 不被 這種禪定的樂跟苦 不是說我不讓我內心去了解這些東西 我不用這個 而是說什麼 我 不被這些受而去區別而已 而不是說什麼是 我說好像對好的東西我也不要 對壞的東西我也無所謂 這不是這個東西嘛 這不是這個 這個來做 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們說 是不是說什麼 悅癮最終身 聚樂極樂陰 就不應該這樣子來講了嗎 應該說全部都是要有 那你說它可以聚有安樂的時候呢 那 就不對了嘛 所以 這個來講的話 這邊所謂的 舍受 我們講的它不是說 它沒有感情 不是沒有感同身受 而是說什麼呢 它不被 苦 樂 所逼迫 那樣子會使內心 大量的起伏嗎 所以 大家還記得我們在 前面講說 依著什麼 依著四禪定的 正行而去修 家行道是為 最上嘛 大家還記得我們說 以 剛開始 升起 家行道的 這個人的話呢 它是不是說它是依著四禪天嗎 這是最殊勝 最好用 為什麼 它又有正知 正念 這個清淨的全部都有 又不被受 去 擾亂 又沒到什麼 又沒到無色界 那無色界什麼呢 是 什麼都不想圓了 也不是到這樣子 可是什麼呢 它是不是 最 適宜的 最合適的 什麼 又有 有殘天的好處 又沒有被那個樂趣打擾 又可以清晰看到 又沒有什麼 又沒有玉界的這些的問題 但是什麼 在這玉界的人 我們不是說 出生起而為 為什麼 我們在二十生當中 它是不是 大家還記得說 初次獲得二十生的 那個 阿羅漢的 或者說獲得 不要說阿羅漢 初次獲得了 聖者果位是什麼 在玉界嘛 因為玉界的時候 它要什麼 它必須要依靠著 強烈的處理心 它什麼 因為我們 玉界才有 知道 所有的苦 都看得到 在上界已經 沒有苦受了 所以什麼 當然沒有 苦苦了 它最多最多叫什麼 就只有 壞苦 刑苦二者 它沒有辦法 升起那種 強烈的那種的 的 處理心 而升起 所以 第一個 升起的是不是都要遇見 為什麼 一方面它可以升起 強烈的處理心 但是 在這一個 各式各樣的苦 都具備的時候 它可以什麼 它可以升起了 四餐天的陣型 在於 不被 喜 樂 苦 苦根 等等 而被影響的這個四餐天 它都可以升起的時候 是不是它最合適 最適宜的這種 來升起的時候 都有辦法來升起的 好 在這個時候 我們 因為 知道這樣子的時候 這個是 是 我們在於 四餐天的 之分上面的 十八個分類 就是 五四 五四 就是剛剛 最後的四餐天來講 是我們剛剛講說 親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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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捨 捨 應該說 親近的 行捨 以及 什麼捨 應該說這樣子 離開 喜樂的 捨 捨 以及 安住 的 禪定 是不是這四個 所以 五四 五四 十八個之分 以一來講 那在於 無色界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了 它有可以說什麼 它是 有透由之分 而超越了 下地 可是它不是什麼 它不是在之分 以及所原二者 以之分而去超越 為什麼 因為在於四餐天的裡面的話 它 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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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全沒有差別了 它每一層就只有什麼 對字 功德 安住 這三個之分 這三個之分 就是這樣的 可是它 對於差別是什麼 對於所原的差別 因為 應該是說什麼 在於無色界的時候 它的定 過多的高了 它已經 已經 陶醉於 定的當中的時候 它是什麼 我最好不要 想任何的事情 它是什麼呢 它一個 我們是不是 我們講說 在於我們說 應該是說 空無邊 事無邊 無所作義 以及 非想非非想 是不是來講的話 第一個是什麼 它原的就是什麼 大家有沒有想 有一點像什麼 在睡夢中一樣 它看了 是我們在睡夢中 觀想是 藍藍的天空 這樣子的來講 是不是有很多人 在做做冥想 或者現在的那個 心理學是不是這樣 它就是什麼 它就是在這個境況 它就是 什麼都不想 在藍色這樣子 好像 在藍色的天空 這樣子而去做一個 這種觀想的話 那要什麼叫 空無邊 它完全在這個來講 就是以這 可是之後看到說什麼 這還是比較粗分的 它怎麼這樣說什麼 安主瑜說什麼 在於 事無邊 全部就在於心事 安主 那在這個時候 不管是說 它最後叫什麼 在於有形也好 無形也想 圓的話 都 不足夠 覺得說 我什麼都不要圓 最快樂 這個定力是什麼 是什麼都不要圓 最好是什麼叫 無所思 可是 無所思 它還是有一個 初分的想 它雖然是說 我無所思 它說 我是圓著無所思 我圓著 沒有東西了 我圓著 不想圓的樣子 那到非想 非非想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 它已經沒有這種 初分的作意 它在這種初分的作意 所以好像說 我要圓著是 完全是虛空 我要圓著完全是 心意識 我要圓著完全是 什麼都沒有 這樣子來講 它變成什麼 這些都沒在圓了 這都是初分的想了 它已經沒有這個初分的想 非想 可是什麼 非非想 不是沒有想 還有一個最細微的心事 還存在的時候 所以我們講的 非想非非想天 所以是什麼呢 它是在於 所圓上面 而超越後者 或者所圓 應該說不要說後者 所圓方面 而超越前者 所圓的上面 而超越前者 來講為 無色界的來做的 好 那 這應該是到目前為止的話 我們做了一個 比較大的複習 我們應該到目前為止 那當然我們中間 還有很多很多 我們在介紹 比如說我們上次講說什麼 在陣型當中有所謂的 進退分 進駐分 順退分 順助分 順進分 順抉擇分 等等的話 大家應該都記住了嗎 我說 這個 所謂的 來講 也很重要要複習大家 跟什麼是 我們是不是 只有 只有在什麼呢 我們說 剛剛講的 在於 進分上面 只有出產內的進分 會有 有肉跟無肉的進分 在於 二三天以上的進分是 什麼 全部都是有肉了 沒有無肉的 是不是 這個 大家以後可以記得說什麼 就是福尊大師這邊 用的 詞句 已經獲得容易的陣型 有何必要依循 困難的進分 對不對 他是這個 我們前面來 我一直在講說 這是我們以前 背得耳熟能詳的這個詞句 說什麼 已經獲得容易的陣型 何必要去依靠 困難的進分 為什麼 進分會有無肉跟有肉的原因 是什麼是 因為他還沒有獲得陣型 只有可以獲一循著 是依靠著 進分來講 所以才會在一的進分 可以分出 有肉跟無肉了 如果在於陣型上面的話 陣型都可以有分 有肉跟無肉了 所以我們上次來講的 那 進分是對峙下界的 出分的煩惱 有肉的陣型是什麼呢 是 安住在於這個現況 他沒有能力 他也不用去對峙 他也不用對峙下界的 出分的煩惱 也沒有能力 對峙 是自帝或上帝的煩惱嗎 對不對 他也沒有能力 為什麼 自帝的煩惱 要對峙什麼是依靠著上界的進分 那